老高 老婆 你不用上班吗 我身为文创员的首席创意官 当然要亲自亲围啦 Ginnie吴若熙在2B台兴剧 香港人在北京里面 以夸张手法 演绎途之失败的根德老婆Helen 和陈尖鹏搞笑活动 观众很喜欢不断给like 今次Ginnie充分发挥起感 原来她是从周星池和阮庆丹身上偷试的 鸵鸵鸵的时候我看着周星池睡觉 是吗 因为鸵鸵鸵很辛苦 基本上有空就回家了 我喜欢看 糟了突然醒不醒 是否叫算死槽 还有包青天 狗品芝麻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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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看 我觉得很好笑 软瓶丹 他就是骂一些 跟他对骂 那时候很好笑 我喜欢看那场 Ginnie靠狗笑 演出差一席位 她就不敢学球 做软瓶丹的接班人 我不会学球那么高 但我觉得大家喜欢 或者大家看得开心 那就可以了 但鞋星路线 我有个好姐妹跟我一起争 谁 文美恩 文美恩 都跟我争做鞋星 对啊 你们两个好朋友 所以我有一个很大的敬敌 就是文美恩 因为她转数很快 所以她很好笑 而我可能就是因为 我是属于蠢的那样 蠢得被人笑 我觉得可以的 在剧中 Ginnie穿着吊带背心碎裙 浪长腿 散去不到工程尖盘 不过见她身材欠缝 我老公就是喜欢我这样 他就是喜欢我这样 如果我突然 我常常说我要去农空 我会不会落空 她会不喜欢 所以我还可以的 她自己都像牌骨 她没有资格去嫌弃我 Ginnie对于第一次做女一令恶力 因为演员人居好 对手能够带着她的演出 而角色亦是做回自己 而Ginnie最开心的 就是可以和仪式偶像 梁科文和盧庆辉合作 我不是说见到盧庆辉 其实我内心很兴奋 但我的样子是这样的 但我的内心是… 这样的 但我的样子很冷静 你好 你知道我和盧庆辉 对手是… 很开心 总之我是看八一跑 太难忘了一套肉丸 真的太难忘了 八一跑被人拖了 被温碧霞拖出去 斩了成肉碎 然后第二天变成套肉丸 只有八一跑更健康 我就很安乐了 梁康文也是 我小鹿的时候 然后上网下单独她的歌 我一定是七友 为了她 你又最勉强去谈天论爱 这样的 入行十三年的Ginnie 曾经和谷子桥 为了赞助声梦一姐而恶斗多年 现在谷子桥事业制后 Ginnie既有幸福家庭 又重新上位做女主角 她就承认自己都挺好运 就算点任性 突然要结婚生仔 都继续有机会 Kick都强调 从来都没有执着做声梦一姐 反而很享受现在拥有的一切